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投费票的课题上 因为两位都有自由的这种想法 和意志去做出一个 自己认为正确的一种选择 那么会不会来 有来自因为华社嘛 然后Facebook上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意见 来自其他人的这种压力呢 压力当然会有啊 那我在想说我在网上 我们就看到蛮多的 就是说那种谩骂 那种辱骂啊这样子 然后就最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非人投废票啊这样子 然后就也也包括说 就比较温和的 就是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这样子那比较激烈 就直接就诅咒啊 去谩骂去辱骂这样子 那压力是肯定会有的 那我是觉得说 我就把这些看得比较轻 比较淡 那我就说那你就骂 那骂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损失的什么这样子 而且就大选过后 我也不觉得说 你会继续再谩骂我那五年 因为对于对于整个效益来说 你骂骂我 你并不能够让你的政党 获得更多的选票 那其实你其实在浪费你的气力 浪费你的时间在骂我 那对于你所支持的议员 你所支持的候选人 其实也就没有帮助啊 对政党也没有帮助啊 你支持政党也没有帮助啊 那你就尽管去骂吧 那这样子 那我也不觉得说 你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会威胁到我怎么样子 当然这个法治国家 那如果说情况正需要说 你在威胁我的 我的人身安全的话 那我报警 这是个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我在想说 你保护我自己 要保护我的家人都好 我是需要这么做的 如果去到这个程度的话 那么Jacky呢 会曾经会遇到过 什么样子的压力吗 那我本身对人比较 我们说Happy Golgi 就是说压力啊 倒是没有什么压力啦 我还是很喜欢用这四个字啦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我的不可思议是来自于 就是说你在你的想法里头 你把它画为文字 然后你把它给表态出来 你的这个想法 为什么你会有延伸这个 废票的这个我们说看法 就说就像我们前面刚提到的 一谈到这个废票 这个已经有抱着这个 主观意识的人 他已经是拒绝 或者是完全已经 他不想去听 或者是不想去了解 你的想法 他不让你的想法 有一个独立存在的空间在那里 他不让你呼吸的 就是说现在的政治就是 你不是A就是B 不是B就是A 就好像一加一就加点二 他完全不让你一个思考的空间 就是说可能 我们说可能是八 可能我们说七 我们说十减到八 也可以变成二 他就是跟你讲 你就像一加一点点二 那你干嘛 你要搞得这么 搞得这么复杂 你去二十减一个十八 变成二 我的想法是这个奇怪 是说我的压力反而没有 我是来自于不可思议 是说我们谈废票 今天费票 如果说你不接受可以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关心 我们说 我们说马来西亚的 整个政治的局势 那你可以花一点时间 去来听听这些 我们说有延伸费票 想法的C小群 虽然他目前是一小群 可是心心之火 是可以了言的嘛 对不对 他总有一天会因为 大家的理念都很相像 像我今天在这里跟宝康 就是大家就说 虽然还没有碰面 可是那种感觉是很有共鸣 所以压力的对我来讲说 存在倒是没有 就是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说你的想法 你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你把它 就是用在废票 或者把它一扯上政治的时候 它不让你有一个 我们说独立存在的 呼吸的空间 好像呼吸都没有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用心去看 到底这个人为什么 会发出这个signal 这个讯号发出来 你没有给他机会 你就是 就是一看到这票 就编达编达 这是不负责任的 这个是浪费 我之前不要把太多的 个人的主观的意思去加入 你要讲这个废票的 这一群人 多了解他们的思想 胜过你是标签他们 那么就到目前为止 就是投废票的人数 大约会有多少呢 两位估算一下 那么其实如果根据 马哈迪 我们的前首相 他所说的 就只有一帕 一帕而已嘛 那我们目前来说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是在网上 表达我们的意愿 我们没有说 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就是说要去到多少的人数 这样子 其实我们在目前来说 或者一直以来 我们都没有去估算 或者去追踪到底有多少的废票的一些群众 或者说他们想要投废票的群众 其实目前来讲 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到底有多少这样子 那我们的情况就是说 那就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就等开票吧 我们开票的时候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整个统计数字 就大概有多少的废票 然后让这整个国家的领袖 党领袖也好 甚至普罗大众也好 去认真看待 到底选择这一回事情 是否应该要容得下第三种选择 这样子 那么JK怎么认为的 我蛮赞同保刊讲的 就是说你要很拒绝的 去说他的整个 我们说废票的这个 废票率会有多少 那个是比较很难去 预估的一个东西 而且这个预估 它也并不是 我个人是觉得他也并不是在于 这个我们说 有延伸废票里面的这群人 他们想要去思考 或者是说他们非常有目的的 去就是用尽方法 用尽策略 然后去铺层 让废票去存在更高的一个 一个我们说好像说那个比喻 我比较相信 个人是比较相信 他之所以会有延伸出一个 废票的这个我们说 想法 看法 他读到的见解是在于 他对于政治的这个剖析 他有一定的这个清晰的程度存在 在这里 那你说这个具体的 这个我们说 废票率有多少 我相信一点就是 像这一群人 他就是像蝴蝶 刚才我讲到那个蝴蝶效应 你今天不觉得他怎么样 他可能明天 他就慢慢的开始延伸到 这个我们可以说 全马各地都有可能 因为当这个 唯有当你的这个政治意识 你完全 你有自己很独立的政治意识 而且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整个主 主观成见抛开 你去研究这个潮 潮在潮和在野的这两个阵营 这个现在所委派出来的领袖 他们现在所铺陈的竞选策略 他们将会 就是说如果说他们取代这个国家 可以变成两线一分之影子内阁 取代现金的政府 那当然可能性不大 可是他跟你讲说一定会有海啸 那个我们不要去管他 我是说在这个当你们了解 他们之后在潮在野的这些 我们说所有的团队 他们这个葫芦里卖的药的时候 那你可能你也会变成 另一个蝴蝶 另一只蝴蝶在拍摄你的座堂 你也可能说为什么你一直要逼我 像宝康讲了 我只是要吃一只好的苹果 或者是一颗榴莲 你为什么一直要给我苹果跟橙 我想要吃一条香蕉不可以吗 对呀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那么就是 就针对投票票这个事情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法律上 是不是允许的 或者说其他国家的这样子一种 有一种方式是怎么样去对待 投票票这样的一个可题的 或许我们可以新加坡为力 韩或者其他国家为力都可以 对对对 那其实目前来说 因为我之前接受另外一家 网络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就当时候有另一位律师 他其实也在被访问的 也在访问的名单里面这样子 然后他其实有提供说 法律的一些见解 就是说目前在马来西亚的法律 是没有 没有惩罚性的一些法律条文去存在 去处罚或者去惩罚 这些投废票的选民 那这一点是从法律的看法去看这样子 但我们也看到在 不论在1月头的吧 就2018年的时候 就有一位法律专家 他就提出了看法 他说煽动投废票可以被提供这样子 那我以一个平民百姓的想法 去看待这个说法的话 那我说你要捉贼 你要拿章马这样子 那你如何在开票的时候 你能够确定你现在手头上开出来的一份票 和我现在所说的一番话 是有直接的关联和联系呢 那这一点你是非常难去确定这回事情 那你如果说你要真的要这样子去做的话 那我在想说我欢迎那些 那些非常痛恨废票的那些群众 在开票出来的时候 你尝试去报警吧 那我就说那时候你就看看 警方如何去对待这样的废票的情况 或者法律专才 甚至去到检控官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 他们要如何去确定一张废票 和我现在所说的那一番话 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呢 这是非常困难的 那如果说其他的国家的话 或者说新加坡 他们是立法规定你一定要投票嘛 对不对 那立法规定投票 我这也要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投票 出席投票是一定要 所以立法的话 你可以规定投票 但是你不能够确定投废票 是否能够存在 或者是存在了之后 你要怎样去惩罚 这非常困难 我再想说 特别是新加坡的情况吧 他可以规定你去 他可以规定说 法律规定说你一定要投票 但他如何去捉这些投废票的人呢 投票这个过程不是保密的吗 那为什么会有机会让他们抓到出来说 投废票是一个破坏性行为呢 新加坡的法律说 就是 法律强制你必须要投票 但是投票的意愿由我自己做决定 我可以投执政党 也可以投在野党 我也可以投废票 投废票也是在投票 对啊 我也在投票啊 那投废票有什么问题呢 这样子 对啊 那个概念需要抓得很清楚 我现在不是破坏选举 我现在没有绑票选举官 我现在没有放炸弹去那个投票站 我也没有去敲破或破坏所有的选举箱 然后我也没有把那些票 那些选票拿出来撕掉 或直接在里面涂鸦这样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并没有违反选举法 在那情况之下 你如何用现有的法律去惩罚 这些投废票的人们呢 而且以其他的例子来说 在台湾 他们其实也有废票联盟啊 他们也在鼓励投废票啊 因为他们根本本身就是不满意民进党 不满意国民党 这些情况之下 他们宁愿投废票 那最近的那个英国 他们离开欧盟的那个选举嘛 那个投选这样子 然后也有蛮多的废票啊 那西班牙的选举也一样啊 很多废票啊 那法国的选举也一样很多废票啊 那你如何去端定说 废票这个情况出现在马来西亚 是一个不正常 是一个怀疑的现象呢 那我觉得说那那是绝对 说不通的一个一个说法 这样子 那么Jacky会怎么认为 我怎么认为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个法律系毕业的 不过对于这个废票到底它合不合法 嗯 我也稍微整理过跟啊 就是啊 整理过一些资料啦 我我我就是有看到这个 有一些啊 读法的这些律师 他有跟你讲说 像刚才宝刊讲的 你上栋投废票 可以被定为是一种罪啦 然后也有律师 他是说啊 在马来西亚目前啊 这个还没有一条法律 是说废票是属于一个放法的行为 不过这个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回事 主要是这个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啊 嗯 这个Mohammoth Hachim 他自己讲废票啊 他没有违法 在马来西亚 废票是没有违法的 这句话不是我讲的 是Mohammoth Hachim 这个选举委员会的主席 他自己讲的 他只是后面他补充了一句 他补充了一句就是说 废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不过这个东西 我还是一样 我坚决 我坚决的保识 就是说拒绝他的这个说法 他说废票是不服个人的行为 那是他个人的讲法 那我个人是觉得 那是他个人的看法 只要这个废票在马来西亚 它不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那他到底是负责 还是不负责的行为 那个就是因人而异了 你就不能够这么断定的去说 这个是不负责的 投废票是很负责的 这个不能够这么讲 这个是完全是一个显明 他对于整个马来西亚的 整个政治氛围 所得出来的一个会延伸废票的 这个想法而去投废票 没有人会吃饱这么闲口 故意在这个投票日当天 去到投票站 去投一张废票的 我相信你如果说 你还会亲自的 到达那个投票站 去投下那一票的时候 你现在进行你的 是跟我们所公民的任务 只是你在进行的 公民任务的时候 因为现在是这样嘛 你在吵的说到自己这么好 在野的也说到自己那么强 你们都很好 我两个都打他 两个我都支持 可是那张票在游戏规则里面 还变成废票了 你不能说我这个是 我没有尽我的公民的责任 我的想法不负责 这个是因人而异 看法是非常个人的 那么其实就是 509就是马上第14届 大纯就要来临了 那么其实在505的时候 好像似乎我们没有听到说 有摇投废票 这样的一种概念存在 那么这一次大选呢 我们就会听到这样的一群声音 有这样子的一种一种夙愿 那究竟505和509相隔五年之间 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会促生一部分朋友们去投废票 那其实我很想强调一样事情 那废票这个不是凭空而来的 就是说在马来西亚政治里面 就其实一直有存在的一群人 或是一大一批生一批人那样子 他们对于在朝和在野的人领袖都好 他们都有存在一些不满这样子 我记得我在当时候出席的一项集会 就是说那个Berset 3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和那个环保 就绿色行动一起就配合这样子 那个时候我在Wooda Ocean 就是说现在磁场街附近 那个MRT站那边 现在那个Wooda Ocean被拆了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一张海报 然后那张海报是由有族同胞 就买了同胞在举着 然后那群人其实用鼓声在吸引人们的注意 那在海报上就是说他们就有两张脸 一张是我们的首相纳吉 然后另外一张就是安华 同样的两张肖像都打叉 他们就强调说我们是两个领袖 我们都不要的 在那个时候就505之前 就已经有这样的一群声音在存在 然后在后来505之后的一个补选 就是那个大港的补选 就我们看到就有一群大学生 他们就步行到国会 然后去呈备忘录 就是说要用废票去惩罚 双方朝野双方的一些不理性的一些态度 或者是政治斗争这样的情况 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 就是说有很多人就跟我说 为什么只在鼓吹华人 在华裔在投废票 那马来人呢 那我说马来人其实他们也在也在进行着啊 这样子 然后我们从很多例子 就从我个人所观察到的例子 在505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那505之后 为什么会就突然间壮大起来 为什么突然间被注视呢 因为505之后 在我本身和我这一群朋友 或者说成为法家的一群人 他们都一直在观察 都一直在比对这整个他们朝野政党和他们之前的表现和之后的承诺 在到505之后他们所做出的一些行为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把特地强调说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就要投废票 OK 你们如果再不修正你们的一些政治斗争行为 党内斗争行为的话 而没有关注选民人民的福利的话 那我们就要投废票 而这个讯息呢 我们在网上 特别 我本身 我是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身在两年前 我是找回两年前的一些 一些Facebook里面的贴文 我已经 以很明确的明确的消息 就告诉朝野政党 那我想 可能朝野政党的领袖 他们都不会看 那我不晓得说 他们的一些 比较草根的选民 朝根的一些支持者 或者是党员 他们是否有 把这样的消息传达上去 那其实在这一些日子以来 我们都在 逐渐的在推动这废票 所以到这样的一刻 509之前 你才有这个想法 或者是看到这个现象 废票 怎么会突然就出现呢 那其实它不是突然的 它一直在酝酿 这样子 确实是 是这样子 然后 那么Jackie呢 会怎样认为 所以宝刊讲的很多重点 那我的思想 可能比较奇怪一点 我这么比喻 就是说你一定有 去过一家餐厅 你很支持他的 他的食物 还有他的饮料 是非常好 就是完全 就是说他让你充满 就是说很期待的 他一直做得很好吃 他的料理都处理得很好 很用心去做 所以你都一直很支持 这家餐厅真的不错 从饮料到他的主餐 他都很用心的在做 你会觉得我们说 这家餐厅真的很好 可是当我们说时间久了之后 他开始变质 他的食物就没有像以前 刚开始开了这家餐厅的时候 就是说真的去 用心再去处理的 以前给你的分量很多 可能现在给你的分量很少 以前非常新鲜的食材 可能现在连食材 可能都有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请问你还会去支持 那家你曾经很期待的厂厅吗 你肯定是觉得 那可能我不会再去了 我已经给了他很多机会 因为他从以前开始的时候 他所有的条件 他所有的食物那些 都是非常好的 可是到了后来 他不止食物 这个变调 饮料也不行 甚至这个我们说 服务员的态度 也非常糟糕 那你的这个我们说 想法就开始会觉得 那我可能就会放弃这家 再继续消费这家厂厅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倒过来 把它拉回于这个现实的 这个我们说政治的氛围里头 也是同样的 505我个人是觉得 它是充满期待的 因为505有一个口号 喊得非常很小 就是505要什么 要换政府 要换政府 而且那个时候呢 我们对这个 要换政府的这个团队 是畸形澎湃 对他们是非常的 这个可以换政府 因为他们非常的OK 就好像一个刚 这个完全是 完全是刚开张的一家 这个厂厅 他卖的东西都很好吃 他给你的里面 他所有的这个宣誓书里面 他写的都非常好 写的都是你要的 可是505呢 现实里头换不了政府了 政府换不了之后 我们回到现实了 回到现实的时候 什么东西是最好的一个 我们说圣人 时间是最好的这个圣人 他会把所有的一切 你所讲过的 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 他都会让你 铺光你这个 面前 他会铺光于你的面前 就是说你当你所 给的东西 之前都是很好 很OK的 可是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暴露下 你并没有像你以前 那么样 就是说所说到的东西 都做得到 或者说你的整个团队的 这个行为 还有你的这个宣誓书的里头 所有所写下的东西 都已经开始变掉 变质了 甚至欢腔走绑 在这个时候 我们说当初这个热血的人 都会慢慢的开始觉得 这个不行了 我们可能 必须要放弃这个团队 因为他已经不是以前 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团队了 已经不是所熟悉的那个团队了 所以就慢慢会开始 延伸出在这一次的509 你会看到说 不是这样的人出现了 不是这样的人出现了 是 其实时间很短暂 我们就是下半段的节目 也就是将要结束 那么请两位 各自就说一句 你们的这种呼吁 或心声 或是最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所说的一句话 或两句话 其实我的朋友们 他刚才现在也在网上 一直呼吁我讲一句话 然后晓得字会不会被剪掉 就法家威武 然后要大声的喊 法家威武 那我觉得说 这个还好 我就想说 我们要进步的话 那肯定你要去思考 然后你要懂得去分析 这样子 而你要懂得思考 你要懂得去分析的话 那你肯定要先进修 那你要把 你要努力的去进修 你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 去分析 特别是政治人物 他们所跟你表达这些讯息 他们可行不可行 然后他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破例去完成它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能力 你有这样的一个分析能力的话 你就能够知道 他们目前跟你讲的 你是否应该相信 你是否应该支持他们 而我非常期待 而这些年来 我所做的 也是同样的事情 我就期待说 更多的人 能够懂得思考 能够懂得分析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盲目的 被政党牵着鼻子走 他跟你说大局 你就说大局 而这个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那么Jackie呢 我想说的就是说 大家不凡 以一个比较开明跟包容的心态 去研究这个非票这个课题 或者是说 用更成熟的心态 来去看待我们说 他们标签的法家的言论 那个法家微步微舞 那我倒是 不过我可以很确定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必须还是要回到原点 就是我们自己的政治的 这个知识的提升 还有个人的这个 我们说不断的 就是说用这个独立思考 去看待我们现在国家的存在的 我们说这个政治氛围 就是说当你的领袖 在讲出一句话 就是以大局为重的时候 你不要先这么轻易的去跟他 同样的也是说 我们就是要以大局为重 你当他在讲说以大局为重的时候 我们反而要有一个 就是说回到一个心里问自己 他现在他嘴里的大局是什么大局 那是他嘴里的大局 可是他不是你心里的大局 你自己心里的大局 是什么样的一个大局 你应该要反问回你的这个 讲出以大局为重的领袖 可是现实的层面就是 你会看到说 你反问回你的领袖的时候 你往往就被发言 就是没有了 你可能就 如果是在同一个团队 你如果说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那你可能就 可能明天就不能够出来了 不能够上仗了 可是如果说是身为一个 我们说自己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或者是任何草根的群众 当这个政治人物在讲述 他们那一套很唯美的 这个说政治论调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需要这么快的去跟他起舞 我们要承论去解读他的这句话 到底是不是他的自己的一厢体验的大局 而不是我们的大局 他的政治论调不一定是对的 往往有时候你的政治论调 比他的还高出一百倍 也很难说 我们需要保持一种这样的一种精神 就是说他所讲的 不一定就是代表全部的人都这么想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们都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 这是我想要给这个 我说听众朋友的一个 所要想要讲出来的一段话了 是 其实今天从两位的这样子的谈话当中 我也深深的能够体会到 其实在投票票 也许每个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相信有一部分人投票票 确实还是就是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但是两位今天跟我们表达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就是我们的选举 无论是选举也好 还是选民也好 还是民主制度也好 选民的成熟度会决定的一些事情 就是之前我们的选举 我们会反思 他是有一种盲目性 一种这个就是非理性的 然后狂热性的这种状态 然后在做着自己的选择 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 这个无论是法家也好 还是投票的群体出现也好 我们会有一种思考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宽容的空间 需要互相彼此尊重的空间 同时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去做出我们正确的选择 其实这也是标志着这民主社会啊 因为民主社会它不包括 它不仅仅包括有政治制度 然后还有政党制度 还有选民的这种思考 还有判断能力 这也是我们整个这个民主社会 进步的一个方向 希望两位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 一定 好 好好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 谢谢两位参与我们的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爷爷 谢谢Jackie 谢谢听众朋友 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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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